第六八九节 神话 神明 动物神及自我的生长 1974年3月18日 星期一 晚上9点55分 关于真在一周之前的星期日之成就 见妇虏妻 现在 到某个程度 世代以来 如果你们了解的意识之发展追随着神明的发展 而在那些故事里出现了人可能曾采取的扮相 以及那些他真的采取了的扮相 所有的动物神都暗示着种种不同的实验 以及意识在其中采取了不同形体的物种 在其中 如你们所知的 自我中心的觉醒之诞生 尝试了几个探索的区域 距离来说 有种种不同的人动物的理解力与活动之版本 从差不多五千万到三千万年前 有数不清的物种 那在你们现在看来会像是突变的物种 在人动物及动物人之间的差别 不像在你们的时代里这样清楚 在某些方面 意识是更具流动性 较不集中 而且较负实验性的 那早期的亲密 那早期的混杂 后来会被记住为在神话里动物形式的神明 这样一种的品种早在你们的古生物学家发现 它的确存在之前 它就存在了 有过许多制造工具的动物族类 有些比人制造工具的才能还要早 意识知道对它开放的所有成就之可能性 每一种族类在其个人与集体的心灵里 都带着这种可能的确实性质蓝图 这些蓝图在生物上是有效的 那是说它们容许了细胞预知性的知识 现在的行为是建立于其上的 这不只是适用于个人 好比说 细胞因此知道它自己将来的样子 而以同样的方式 一整个族类对在它整个的世界环境里 它自己理想的成就会有无意识的知识 自我按照它专门化的方向生长 这些内在模式 对任何物类的心灵而言是天生的 转成观念及精神的形象 觉性的投射 那本来就是要给予有意识的指挥的 那么神明有刺激发展的作用 虽然它们看起来仿佛是在自己的外面 却是要引领自己进入其最大成就区域的 神的形象会变 就像意识一样 以你们的话来说 种种不同的已被淘汰的神明观念代表了 没被选择的发展区域 但它们仍是潜在的 距离来说 图腾柱是来自一个时代的遗物 那时在人与动物之间有多得多的沟通 事实上 那是人去向动物学习的时候 而第一次由它们那儿得到 对药草及正确的医疗行为之知识 在你们看起来 历史性的说 人类仿佛是由动物的一种未分化的意识 诞生成的自我中心事质 自我觉知 反之 在我所说的那一段时间里 存在着许多种的意识 动物选择去发展它们自己的那一种意识 就如你们选择了你们自己的一样 动物的觉知在你们看来 也许仿佛是未分化的 然而它却是高度明确 平衡在这片刻 但却是如此的完全 以至于以你们的说法 过去与未来大半是无意义的 然而那明确的专注产生了一个精美的焦点 而自我意识相较之下 则失去了部分的那种焦点 图腾柱始于那分离点之前 当人与动物仍彼此了解的时候 在那些时代存在并繁荣的具体物类 于是对你们而言 变成只是个可能性 因为它们没在你们的系统里发展 而绝种了 它们活生生的遗迹 存在于那将它们具体表现出来的 神明观念里 所有的神话多少含着 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 生存在地球上的其他族类之描述 举例来说 这包括了仙女与巨人的故事 神话说出了你们族类心灵上 同时也是身体上的考古学 那么 曾有长得较小或较大的人类品种 而与自然的其余部分 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有意识之联系 而较大的实验则 涉及了一种品种的制造 它会是地球的一部分 却又变成地球有觉知的共同创造者 曾有无以数计的考虑 无以数计的实验 关于身体尺寸 脑容量 神经结构 以及一种有足够弹性的意识 能够随环境改变 并且也有足够活力去探索 并改变那环境 正浮出的意识 必须有至少潜在的能力 对世界的情况变得觉察 当人只知道一种简单的部落生活时 他的脑子已经有学习 任何他必须学习的事物之能力了 因为有一天 他将为这行星上的生命负责 这种余地给许多的可能性 及许多的错误留下了空间 但发展中的意识 必须有自由去做他自己的判断 他不要被本能 设定比他所需要更多的城市设计 不过 他在生物上必须锁入地球上的生活 因而本来就得去了解他自然的传承 那么 他无法把他自己分得太开 或变得过分的自大 他的存活是如此的 与其余的自然界相连 以至于他处于必要 永远得回到那个基地 他对一个天生想达到 他自己最大的完成之推动力反应 而在回应他自己的实验 与经验时 自动地改变方向 在你们的时代 国外的宗教观念 有非常大的全面性改变 而这些代表了 人与生俱有的知识 他的意识 他的心灵 正投射出 他自己可能的成就之 更大的形象 而这些可以在他对神的观念之改变中看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